由华林县政府办理的原住民族家屋工艺及装置艺术创作 于今天早上在台湾原住民族文化馆办理 原住民族家屋工艺及装置艺术创作石板屋上凉仪式活动 由布农族的祈老与族人们举行仪式 为这次的石板屋建物祈福 原住民族家屋工艺以及装置艺术创作 是培养营建石板屋的人才 培训过来各部落预盖石板屋的工班 县福特别以工坊的方式 邀请主席向布农族祈老 汤忠义 高欣欣张忠义以及李建国等等为讲师 希望借重祈老的丰富经验以及教导 让学员席的布农族石板屋的营造技法 也将透过课程安排有系统性的传递布农族的文化智慧 经过两期工坊密集训练以及学员们认真的学习 学员们可以说是收获满满 县福原住民学院处处长独宣表示 这次工坊工具有二十位学员 每位学员都非常认真学习 并以成为未来布农族石板屋 传喜种子为荣 真的非常开心 我们一直很希望说原住民的传统家屋 可以在这个小小的文化园区来呈现 当然今年透过县长特别支持这样的预算来做 那我们也克服了一些难题 那也跟部落好好的来沟通 比如说这个家屋离开部落这件事情 就是一个非常慎重非常谨慎的事情 那家屋应该在部落在大家生活居住的范围 但是他离开了家乡来到不是族人居住的地方 我们要有所诠释跟说明 那这个部分也感谢我们部落帮我们解决了这件重要的事情 那即便我们的游客或者是我们的朋友来到这边 不能够第一时间了解这个文化的精髓 但是眼睛看到就会留下印象 有一天他到别的地方 到着溪或者到哪里去 如果有人在稍微指点或者他从书上看 他其实就会就会有更深的体验 因为他看过摸过进去过 那么在他的生命过程 只要有一天他能够获取这样的知识 他就会把它合在一起 变成一个完整的生命经验 那这个就是这个家屋非常重要的价值所在 县福原住民协认处代理副处长许才博老师 希望这次的家屋搭建以及工坊能够圆满成功 对协会的请离办理 讲师们的细心指导 以及着急向主任们协助 表达成就的谢意 北区盖的这么有意义 我刚才也有讲说 它其实是充满爱的力量 因为我知道我之前有听过祺老讲 为了文化的传承跟发扬 所以我们愿意去包容跟妥协一些事情 但是只为了我们布农族的文化 可以在北区让更多人看见 同时它的文化的意义 当然就是智慧的传承 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智慧 值得各个族群去学习 徐才表示 希望透过这次的工坊成果 能够唤起布农族人 对试版家屋的记忆情感 生化族人与举注地的连结 为了去使族人如同小米种子 在祖先智慧累积的卧土上 发扬茁壮 记得终于花吃不到